年輕時代參與政治又有大動作 閃靈樂團主唱Freddy 林長永 和公民組合的執行理事林峰正 聯合成立新政黨時代力量 投入2016立委選舉 第一步我們希望到三月底的時候 能夠招募到十萬的支持者 第二步我們希望支持者 可以推薦不分區立委的候選人 台灣社會這兩年來 這個社會力很蓬勃 很多很大的這個社會運動 都號召了幾十萬人 然後去年底大家也看到 這些社會力透過選舉 大大的改變了政治版圖 這些進步的力量正在改變這個國家 從今天開始 我們就要把這些進步的力量凝聚起來 Freddy和林峰正發布創黨消息 作家馮光遠和洪仲秋的姐姐洪慈雄 雖然不加入時代力量也到場站台祝福 參與政治是我們到最後發現必須要投入的事情 因為如果我們永遠只等待 別人來規定事情 來恩准事情 那我們一旦被剝削 被羞辱 那個是活該的 如果不想要這樣子的對待 大家一定要站出來 台灣就是要真的走到民主這一條路 其實還有很長很長的一段路 那我希望就是更多的年輕人 能夠站出來 然後實際的去付諸就是行動 來就是達到我們大家共同的影響 時代力量目前創黨人員有三十個人 沒有人以黨主席或是幹部自居 規劃有黨員投票選出幹部 和不分區立委的提名人選 標榜透明開放參與行動 和台灣現有的兩大政黨做出區隔 Freddy表示 時代力量化社會力為政治力 動作會很快 近年來明顯感受到民進黨 在社會運動上有點跟不上 期待民進黨跟上社會的腳步 民進黨主席蔡英文則回應 贊傳台灣發展多元政黨 小黨也能代表社會的多元聲音 民進黨會保持友善合作的空間 中央社記者張志燕台北報導